新城乡原住民部落家政班教育训练 在回南湾餐厅举行 这一次的演习对象是新城乡辖内原住民各部落15个家政班的组织 校长和立台他感谢家政班员们展现自己所制作的手工艺品 彼此也交流经验来推广到社区甚至于是部落 配合新城乡公所113年度原住民部落干部工作会年度会务组织运作 加强各部落家政班班员妇女基层影响力度 以推动各项乡镇政令与落实 鼓励部落妇女人积极参与文化技術活动 以营造部落环境提升允许相信力 活动呈现设计采与各班研续成果 过去青年度所工艺研续活动技巧以及精进作品 呈现并彼此交流经验 对我招一下好不好 谢谢 是女生没交往 我们都是一家人 非常的高兴 我想今天的活动 曾心云所谈跟原名所的同仁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潜心潜意 要安排今天的活动 除了我们的成果 青年的成果要展现在今天 让我们所有各班来做比较 互相来学习最重要的意义 在睡末年初之后 我们在农历年完之后的113年年初 我们希望要除旧补兴 在今年工作的态度 要与今年来继续来支持我们自己的部落 继续来关心我们部落所有的各项的活动 今天非常开心 我刚刚一进门就看到我们的成果 真的是很棒 我们乡长自从上任之后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事务非常的关心 也开办了很多的课程 我觉得大家都是多才多艺 我们不是只有唱歌跳舞 还有很多的手工艺 就是要让大家说多学习一些技能 现在将原住民事务所有效运用 结合加征办的组织 以达到本所各项政务推动 以及人力资源的凝聚 加强社区部落发展 提升部落妇女 为部落妇女服务行动力作为热忱 并加强现行政令法令认知 透过教育宣导活动等方式 进而引发民众支持认同感 成为新人乡公所 推动乡政最大的后盾 记得降继续想不到 接着装心想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